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會去跟大家說一下陽明的燉湯 因為今天有媒體就報導 即是再次證實了是全線倒閉之餘 將來也未有東山再起的打算 如果就這樣, 只是這宗新聞 其實講不到二十多分鐘 所以今天第二個話題就比較特殊 因為雖然我早上就講過 我不想去講林作 但是由於我今天去找陽明資料的時候 就找到一段大概是幾天 或者一個星期前的陽明訪問 陽明就提到自己就試過在街上被人叫做監等 然後從陽明的應對方法去從而對比 現在林作搞完風搞完雨之後的應對方法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兩個都是做錯事的人 但是一個人是天, 一個人是地 即是那種應對心法 那種態度 那種誠懇 即是給大家的印象 大家是完全可以看到的 所以稍後就會去用陽明和林作去做一個對比 這樣做的話 我就會比較舒服 我又不需要刻意開全集去講林作 然後搞到好像又要幫人做戲一樣 現在好了, 又可以講一下陽明 又可以講一下林作 還有兩個對比之下 你會看到 即是誰是低, 誰是高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 訂閱, 讚好, 將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還有記得按下旁邊的鐘仔 那麼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那麼藝人李家鼎和莊詩明就在11號出席活動 那麼就問到了, 莊詩明不想不想和阿鼎爺拍節目呢? 那麼他就笑言了 如果對方不介意自己論盡的話呢 當然就想拍啦 那麼就說了 自己煮食就手慢腳慢就做不到鼎爺這麼快手 自己每次煮食都要煮幾個鐘啊 那麼就說了, 即是自己準備的東西比較多啦 切東西, 即是一些手工活上面就做得比較慢的 還有又要煮煮一下上網看步驟 那麼就搞到用很多時間 好了, 那接著就談到了 跟男朋友楊明經營的鄧湯生意 因為不敵疫情已經全數結業 那麼究竟有沒有重新回到飲食業的打算呢? 因為畢竟呢, 香港現在復償了 以前就是說, 哎呀, 養著太多人了 不行啦, 都沒有人來光顧的 誰誰就先放著無薪假 甚至乎經常就說, 哎呀, 炒多些飲食業的人 但是去到現在是說, 哎呀, 請來請去都請不夠人啦 甚至乎又說要輸入外勞 那樣, 所以現在確實是一個重返飲食業的好時機來的 但是, 莊斯明就說, 沒錢啦 都是做著事儲著錢啦 那對於莊斯明來說呢 其實他就不需要說做事儲錢的 即是他有個拿督爸爸啦 那雖然拿督就走了 但是他的財力仍然在這裡的嘛 那所以呢, 你說, 需要不需要真的儲錢去做一件事呢? 如果連莊斯明都要去儲錢的話呢 那麼他要做的項目就肯定極為龐大啦 不過大家都明白啦 即是拿督就走了不久 再加上, 楊明也是叫做剛剛出回來不久 現在仍然是一個, 即是叫做沉寂的位置當中 都是說著, 不應該太過大紅大紫去搞一些喜慶的事情 同樣啦, 按照常理去想呢 都應該是要等讓莊明重新, 即是事業走回軌道之後呢 才再去搞其他副業的 同樣當然啦, 也都要等拿督的事情 後面的事情處理好了 才再有時間心力去處理一些額外的事業 19年那時候, 雖然楊明的燉湯餐廳很多人幫忙 但是呢, 很多時候這些都是虛火來的 可以說是一步十行這樣啦 因為呢, 你做食肆最重要的是 就是要有一班長期和穩定的客源 就不是說啦 可能一個月才會來光顧一次的客源 那究竟什麼叫做長期和穩定的客源呢 是說著, 不是說未來一年, 不是說未來一個月 是說著, 未來最少三年, 十年, 甚至乎二十年 你都會擁有的一批客戶 例如就是說, 你樓下的茶餐廳 它又不好吃, 甚至乎它還要貴些 但是為什麼呢? 嘩, 你吃了十幾年, 它仍然可以韌立不倒呢? 因為它有穩定的客源 這些餐廳的特色就是方便 無論風吹雨打, 日曬雨淋, 它 永遠都是你最近的餐廳 甚至乎因為某些的建築關係 你可能連傘都不用帶就已經可以去吃東西 所以呢, 總會有些住戶就是會覺得 我不介意食物的味道 也不介意給多一點點錢 最重要的就是方便省時間 不用拿傘, 不用鎖雨 這些就是穩定的客源的餐廳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一間餐廳 它好吃又便宜也好 是有機會倒閉 但相反 有些不好吃, 服務態度不好的餐廳 反而你可以看到它二十幾年 是有道理的 至於陽明那間餐廳 我還沒吃過 不過我都聽朋友說是挺好吃的 但價錢相對高了一點點 未必是這麼適合一班 真的放了工去吃東西的打工仔 因為一般打工仔 他們通常心中的定位就是 只要你不是那麼難吃 你夠便宜, 餵飽到我便宜 便宜了, 但燉湯 當時就走一個相對高級一點點的路線 所以就未必能夠吸收所有的客源 還有大家都知道 有陽明的肚子 19年就撐警的時候 對於一些有顏色的人 亦都不會去光顧陽明 甚至乎在19年或者某段時候 我們去光顧陽明都可能會有點害怕 你說井仔出了名 井仔有人認識 有些什麼事都可以拿來說 但是普通人來說 你都會擔心就是 會不會我光顧陽明之後 然後可能會被其他人標籤 然後會令到自己可能在事業上 有些不濟 又或者是會遭到一些 莫名其妙的攻擊 那真的會因為這一類型的事情 令到再少了一班 支持陽明的人去光顧燉湯 還有, 除了食物以外的成本 你做得深藍的食肆 一定會有很多消防、食環、衛生署 去招呼你 相信大家都有眼看 空姐牛肉飯都不做 轉行做旅行 然後華記也經歷了很多投訴 甚至乎井仔朋友的 韓國炸雞店舖 都直接搬了店舖 因為之前實在太多人玩 有些人打電話 來叫一些假的外賣 有些是利用外賣程式 瘋狂去訂位 又說去下單 最後一個小時就取消了 還有, 也有些瘋子 會瘋狂打電話寫電郵 去用公權力去進行投訴 這些對於飲食業來說 是一場大災難 還有, 有件事很不公平 隨著香港的政治熱度 退卻 就算是我們也好 我們也會少了去光顧一些 深藍色的店舖 畢竟不是太近 例如我住在黃大仙 我去鯉魚門其實也有些間諧 然後你說去華記 有時候又不算是同一區 我要去一間藍店吃東西 是真的要安排時間特意去 所以會去光顧的人數 是會少了 但是呢 對於一些深藍色店舖的投訴 只要有少數的黃人 仍然是極端不斷投訴的話 它的破壞力是能夠抵得上 可能有100個正常人去光顧這間餐廳 因為投訴這件事很有趣 我當你是那200萬的黃人 你不需要200萬人一起投訴 200萬人當中 你只有一個人堅持不斷去投訴的話 都會造成一個摧毀力 但是我們接近600萬個正常人 不是說只要有一個正常人 每天堅持去光顧那間餐廳 就可以令到那間餐廳起死回生 是說你最起碼要有一群人 這群人是不斷去光顧的 你就可以捧得起餐廳 所以建設和破壞這兩個力量是不對等的 你要捧紅 你要捧好的餐廳 你是需要超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是你要摧毀一間餐廳 是說極少量的人力物力 就已經能夠做得到 還有當時2019年鄧湯急劇擴張 其實急劇擴張這件事就等於槓桿賺錢 可能當時楊明就看好商業未來 他就覺得錢賺錢 借錢賺錢這些就一定賺的 吃市槓桿怎樣賺現金流去賺錢 詳細商業操作我就不分享了 總之你就當作借錢去賺錢 如果你贏到賺到的話 你就會賺很多 但是與此同時 輸你也會輸到一拋清袋 甚至乎是會有負債 結果在這個時候就遇到疫情 所以大家就明白到 你多多錢都不夠銷 還有鄧湯當時的店舖不是自己買下的 然後你又要給店舖 又要給人工這些其實很難頂的 所以對於楊明兩夫婦來說 雖然未結婚 但是這樣先稱呼一下 他們去撿了鄧湯 都可以說是結束了一個負資產 對他們兩個來說 都有一個好處 還有外國又不一定說要用飲食業 如果真的在飲食業那一方面 曾經做得不好 也都未必就是說 需要強迫自己繼續去做 不是說他們食物不好 而是說飲食業容易被人針對 所以外國真的不一定是說 我幫助這個就代表愛國 我建一間店舖出來就叫做愛國 不需要強迫自己 還有19年的時候 楊明都捐了不少物資 湯、食材給警方 雖然你可以說 楊明在打廣告 但人家實打實都捐了很多物資 其實這些各種各樣的成本 都是涉本生意的存在 好了 不要說那麼多生意經的事 看回楊明和林作的對比 可能你也是因為想聽林作才按進來 楊明大概一個禮拜前的訪問 跟大家分享了先 楊明近日回歸去到大眾視線 經歷過監獄風雲之後 他自爆 曾經在街上被人以監等稱呼 EQ一向爆棚的楊明 豁湖未喝酒的時候 楊明當然可以一笑自知 楊賢說 如果對方笑完自己 覺得心良和開心 就隨他講 面對人身攻擊 楊明會選擇忘記 但莊斯明對他的支持和陪伴 他會繼續一生 也會承諾照顧對方一生作為回報 楊明最近復出 那個一武傾成 雖然我沒有看 但楊明接受報章訪問的時候 就說 感謝公司和黃晶給他機會 坦然擔心自己 會一個人拖累到劇集的口碑 連累到劇中藝員受到負評 你看楊明多會想 林作就不是 他到現在 仍然不覺得自己的行為 是怎樣影響到保城 怎樣影響到那些 號稱是林作下線 林作保險出來的人 會有什麼負面影響 大家就看到 楊明是知道自己不太好 是知道自己會影響到別人 但林作就從來不看這些 永遠只是看自己 只是在這方面 大家都可以高下立見 楊明對於自己的負評 怎樣影響自己 他就看得開 他也是說 自己會有這個經歷 其實都是自己拿來的 因為自己都真的做錯過事 對吧 而且他也會覺得 對於部分網上 從Haters來講 自己控制不了別人說什麼 對於一些純攻擊 沒有養分的人的說話 亦都幫助不了自己日後的人生 所以自己很快就會不記得 都是會一笑自知的 當然楊明也提到 會有些市民主動走過來 跟自己說支持 網上的評論有好有壞 要看自己是記住哪些人的說話 這一方面 跟林作都很大對比 楊明就說 有市民會主動走過來 說支持他 我相信也應該有 但是 林作是說 就算有人支持他也好 他是瘋狂截圖放上網的 即是一定要告訴大家 有人支持我 這些就是證據 但是楊明那些 是不需要那麼高調 就是告訴別人 有些什麼的證據 證明別人支持自己 還有 林作是報喜不報憂的 即是別人怎樣罵他 在下面留言區說的那些 他就不會回應的 但是 楊明是主動揭起自己雙巴 就是說 對呀 我以前做錯過事 現在有人在街上大聲叫我監等 即是 一個就是勇於面對 而另外一個就是 報喜不報憂 仍然是用一個掩飾的態度 然後楊明就提到自己最難捱的日子 他就說 其實不是那十七天的鐵槍生涯 而是說 要面對未知的未來 和對於未知的恐懼 他就說 自己的房間 是二十四小時著著燈 睡得不好 頭兩天是很不習慣的 唯有自己和自己說 事件就已經發生了 這一個是對自己的懲罰來的 不可以再沉淪下去和鑽牛角尖 要積極面對 最難捱的時間過了 之後的日子就是積極向前 還有就是說 會在錯誤當中吸取教訓 警醒自己 將來就不能夠行叉答錯 還有就是說 希望自己的經歷 可以幫助其他人 傳遞正能量 這裡我不拿去和楊明 和林作做對比了 因為大家看到 真的要對比的話 對比到不得了 然後楊明最後一段 都是說 怎樣去支持女朋友 女朋友怎樣支持他 不離不棄 那些跟他女朋友說的話 好了 楊明的報導說到這裡 林作的訪問內容 我不讀新聞 大記家大致上知道 他現在玩道歉 但是道歉鞠躬他又沒有誠意 然後就經常拿著媽媽出來說 順便拿著曝光 然後又跟大家說 我開了個投資課程 大家大致上有這個概念就行了 他說道歉 但是究竟的心是否真的道歉呢 大家就可以想想 楊明已經說了 他認為一些攻擊是沒有營養的 幫不了自己的話 那就不需要去理人 這些其實是挺正面的思維來的 因為你不要說楊明 就算是像我這樣 一個沒有人認識的YouTuber 四萬訂閱的 其實我呢 都會被一些瘋狂人 是瘋狂攻擊的 大家都知道 我有看開留言區的習慣 有些留言我都會回覆你 但是對於有些評論我的說話 擺明就是說 帶著惡意 就是想看你死 就是想看你出醜 甚至乎有些人的留言我看到 我猜你應該沒有看到我的影片 甚至乎連一個廣告都沒有看出來 直接留言就走那些 對於這些 我知道你擺明玩東西 你純粹拿我來尋開心的人 那我就不會跟你煞氣 我其實就跟楊明一樣 不過呢 YouTube就有一個功能 可以讓我們去封鎖這些人 封鎖了之後呢 我永遠都看不到那些人留言 各位觀眾都是一樣的 只有那個自己在留言的人 他就還可以看到自己的留言 對於一些陰陽怪氣 帶風向那些 神組已經封鎖了 對於有些是評論我 但是是指證我的錯誤出來的觀眾 例如說 昨天又經常讀錯名字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經常都可以讀錯人名字 凡是人名來說 有時候我眼睛 我看到一份稿 我看到字 但我都可以讀錯 不知為什麼 還要是說 如果我當時知道自己讀錯名字的話 我會剪掉它 我會再NG 我會重新說過 但有時候 我說完都不知道自己說錯了 觀眾都一直提醒我年多兩年 我都知道自己錯的 對於這些錯誤 我便保留在這裏 甚至乎我還要置頂 告訴別人 不好意思 我又讀錯名字 我知道觀眾們 在提醒我 但對於那些 純粹進來惡搞 又說什麼 好像你這些廢柴過來黑錢 又說一個月十元 那些 你站在我立場去看 你捐不捐十元 我控制不了你的 但對於一個 一賣牙就說 哇 你這些死黑衣 夠僵每個月 問人拿十元 然後我按一按那個人 因為YouTube 也有一個功能 可以看看 這個人最近的三次留言 然後發現 原來這個人這麼久以來 只流過一次言 就是這句 攻擊我的話 你想想 這些人擺明 就是進來搞事 還有你想想 說這些話的人 很明顯 一元都沒有給過我 對於這些 可能真的進來 影片都沒有聽 一個廣告都沒有彈出來的人 我真的不會和他客氣了 這些都是叫做 心態正常的人的應對方法 總之就是 不要在這些事情上煞氣 但反過來想想 如果林作 好像楊明這樣的經歷 被人叫監等 你想想 林作會怎樣 他可能瘋到 哪個徒人叫他監等 他衝過去跑過去 跟別人說 是啊 我是監等了 你錯過了嗎 見過大蛇 小朋友 有沒有看過監獄風雲 你怕不怕我變周潤發 可能會以自己監等身份 是自豪 為什麼我會這樣去推測林作 因為你看到 那個荷里活廣場事件之後 每個人都笑他靠媽媽 結果他都知道 那就變本加厲 道歉又找媽媽 見記者又找媽媽 總之所有事情都是拉著媽媽 他們對於一些惡意和沒有營養的事情 要不就整個牆 看不到他們 但林作不是的 他是說 故意要將一些傷害自己 攻擊自己的人 高高捧護起 然後還要跟他們對碰 還要去罵爆那幫人 因為林作的心態是覺得 只要這些人沒有辦法幫自己賺錢 就活該被自己傷害 活該被自己羞辱 從而令自己 在裡面得到好處 所以大家看到 林作和楊明的心態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 楊明是說 我知道你打擾我 但是 大家算了 河水不犯井水 但林作那些是說 你沒有搞我 但我也想你死 但如果你有心想搞我的話 我不單止要你玩完 我要你身邊的人也是玩完 無論是要用多少低裝的方法 也好 甚至乎要拘捕別人去打泥漿摔角 也好 都要去彰顯一個自己 莫名其妙的優越感 其實楊明的態度 是成年人的成熟態度 但林作那些還是小朋友那些 就是說 你越是罵他不好些什麼 例如說 你上課說話很大聲 然後他就不單止是不會收細自己的音量之外 反而就是 大聲說話 帶到一個極端 就是說 用咆哮的聲線 來周圍跟別人說話 要越是大聲說話 就越是證明 你剛才說我的話 就是你錯這樣 其實好像林作昨天 或者今天 記招又說 跟鑽石山那些受害者家屬道歉 跟著也都說 自己有什麼幫到手 自己都會幫的話 其實這些又是對於 受害人家屬 進行第二次的傷害 你第一次就是 去裝賣那雙鞋 就傷害了別人一次 跟著這個 全世界鬧爆他 我也不需要詳細說了 跟著第二次傷害就是 很明顯 林作從昨天開始 已經感覺到自己那套戲 即是那個 引領著美光燈的那套戲 已經消散了 已經沒有什麼傳媒去跟進自己的時候 他又要去重新搞事 重新去找焦點 讓記者可以去訪問自己 於是便第二次再次去 挖起他人的雙巴 再次去拿這件事去說 甚至乎就是 原本又說自己 什麼企硬不道歉 最後 他為了要拿曝光 為了要拿流量 那些所謂堅持 底線 那些 全部不要了 上個禮拜跟你說堅持 但是今個禮拜發電 如果不堅持 那個好處多些 那便馬上不堅持 林作那些什麼道歉態度 大家看到究竟 他是不是真的有心 去向受害者家屬道歉 是不是真的 那種覺得自己第一次的說話 是會為他人造來造成傷害呢 大家想想一下 鑽石山受害人家屬 和林作是真的無仇無怨的 因為哪怕是 之後的時間也好 都沒有家屬上網去罵過林作 但是呢 林作是為了自己的曝光 第一次第二次 再次挖起人家的雙巴去進行攻擊 即是跟我之前去評價他那種價值觀很相似 人家沒有傷害他 但是他發現一旦他能夠傷害人獲益的話 他是義不容辭去做這件事 更何況就是 他這樣去對人 那網上自然都會有一股的勢力 是帶著惡意去對付林作的時候 林作是會再懷抱著更加強烈的惡意 是去向這些的網民惡勢力 去繼續進行一個對抗 還有呢 嘗試在這群網民身上 就希望找到更加多的利益 其實你說林作他可... 不是林作 你試試想想一下 楊明可不可以做這一招 其實他當然可以了 你想想一下 網上最多什麼人攻擊楊明 就是黃人 即是我們怎麼看楊明 就是說他有些壞事 不過算了 也不再提了 但是那些黃人 就堅持不斷去說 如果楊明故意說 又要拿警方 又要拿藍絲這些身份 去作為一個對抗的話 他絕對有更加多的理由 有更加多的光環去對抗 所謂網上的黃人網絡攻擊 對不對 楊明可以這樣做 甚至乎他都可以說 自己為了抵抗黃人 因為我愛國 因為我支持警察 所以我才是這樣的 楊明也可以在網上世界 搞惡對抗 甚至乎是說 拉我拉你 拉大家一起下水 就說 你不支持楊明的話 就等於支持那幫黃人 這樣 接著就搞分化 搞分裂 這樣 楊明絕對有資格做這件事 因為他之前那些 又送飯 又做義工 又拍廣告的舉動 絕對他有能力自封自己為代表 但楊明是一個成熟的成年人 錯誤每個人都會有 但他知道之後如何面對自己的錯誤 因為林作你可以說 是一個善於利用自己錯誤的人 如何在錯誤當中 不斷令自己繼續曝光 但是這樣說 其實就算你在當刻獲取到的曝光 這些我會叫做小便宜 小因為 例如這樣說 成年人 我們總會有很多辦法 可以免費去貪到一些小便宜 例子我就不舉了 但有些小便宜 是你貪到 但你會顯得自己很便宜 當然一次半次的事情 可能沒有人知道 但如果你長遠以來 是用這種生活態度去做人的話 你說社會也好 你身邊的親朋戚友也好 有很多事情大家看在眼內 但就不會說出來的 然後到你將來真的有些事情需要人幫忙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自己為何求助無緩 因為大家看到你的品格不太好 都很擔心幫完你之後 都不求回報了 你會不會反過來傷害我呢 即是大哥 跟你拍拖之後 原來就算分手也好 嘩 接下來的三年 你都每天拿著我的肚子到處去說 喂大哥 我作為一個女人 我怎樣去嫁人 十條A都沒用 你每天天唱我夜唱我 對不對 我自己就覺得 楊明 我當然沒有資格說她長大 總之是一個成熟合理 社會大家看在眼中 一個誠懇的表現 以及楊明去提到自己女朋友的時候 你知道她不是利用女朋友 她不會說整天 拿督死了 拿督死了 我要去照顧我女朋友 這樣 是不會去拿這些不好的東西 不斷去說 不斷去強調 為了news value 為了那些標題可以落得好些的瘋狂去說 不不不 楊明是用最樸素的言語 去表達給她女朋友 以及表達給社會看 她那份的情感是多麼真摯 但林作仍是那些 V哗鬼叫 仍是想在中間能夠拋著數 這樣 叫做情一時的口舌之快 但是 貪小便宜 每個人都想貪 我每天都很想貪小便宜 不過我沒有機會 但是貪得多 那些負面勢力 你總會有一天 是需要為自己賺錢的 即是那個比較典型的 那個什麼 不知道外國搭車 跟著投票 跟著醫生 又說被人停職的事件 其實都是差不多 很多時候 做人做事 應該要看得長遠一點 所以真的不要說 為了貪小小便宜 你慢慢地跌跌跌的時候 你又不知道將來 在哪一個位置 是會叛到自己的 即是林作這樣 她都是不可一勢的 是不是 但你都想不到 她不知 33至34歲的時候 就是在這些位置跌倒 因為你想想 你貪小便宜 你有沒有信心 可以貪到65歲之餘 你都可以規避一切的 負能量負影響 相信沒有那麼多精英 是能夠做到 即是就算是聰明如林作 都好 她這一套的技術 玩了幾年 負面營銷 但到了最後 自己也是中了招 自己也是慘了 所以 有些人 可能在社會當中 就走著紅線 但就不要覺得 自己小聰明 是能夠走到老 始終 誠懇 老老實實 這些才是社會上 走得更加長遠的 做法 今集節目就到此為止 今集的題材 算是比較特別 希望大家留言分享 說多一點 就這樣 拜拜